我們這次是講到輔導入門 其實是一個大題目 可能大家要回去看youtube 多看幾次 過了幾天我們就會放上網 我們盡快會放上網 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也都會給大家去操練 因為當我們傳呼音 去跟進人 小組 牧養人 全部都需要輔導的 首先講到一個輔導人的人 一定要自己能夠輔導自己 如果一個輔導人的人 他不懂得自己輔導自己 他是不能夠幫到別人的 他一定要學會如何處理自己 在這裡講到一個自我形象 以及自我的能力 一個人 一個健康的人 會有幾方面的 第一就是作為一個社交的人 第一就是有獨處的能力 有些人很難獨處的 現在這個世代 很多年輕人很難的 一會兒就說 很悶啊 很悶啊 有什麼玩啊 有什麼做啊 就是很難一個人安靜下來的 這個獨處都是一種的能力 尤其是能夠看聖經 去祈禱 還有親密的能力 有些人是不能夠跟別人親密的 是有一個距離 這個也是需要醫治的 如果你發覺 我跟別人一聊聊聊天 我就不敢說那些東西了 我不敢跟他有深度的關係了 就是說 是有一種的懼怕 這個是需要醫治的 所以如果我們有這些問題 我們是需要去醫治的 接著呢 就是 作為行動的主體 就是說 能夠有行動的 第一就是有自我推動的能力 因為健康的人會說 好 我想去學習 我想去聚會 有些人會這樣 我很想去 不過我今晚不知道能不能去 我不知道今晚有什麼事發生 即是我很累 我來不了 有些人會這樣 他沒有這個動力 大家看到這裡爬山 他真的很有動力 才能夠做到這些東西 還有有創意的能力 其實人人都有創意的 這個東西這樣做不到 不如第二個方法 這個是一個健康的人 會能夠有創意的能力 還有衛生的能力 要衛生學一件事 衛生做一件事 才能夠成長 這個行動的主體 下一個就是作為自我察覺的主體 你看看認不認得是誰 大家留意一下頭髮 我曾經都很多頭髮 真的很難以想像 這要講到什麼呢 自我察覺第一 自我確認的能力 相信自己有內在的價值 還有有待人接物的能力 就是我有一個價值的 我有待人接物的能力的 就是我是看到我的重要性的 每一個人都需要看到自己的重要性 有些人不能夠去回他的童年的 不能夠去回他某些以往的日子 因為他不能夠接落他以往的自己人 第二就是自我延續的察覺能力 就是能夠確認我一生 我從小到大 我是有價值 我有能力 還有我從小到大 那個都是我來的 雖然那時候我在那裡成長著 可能受到傷害 不過不要緊 我都是能夠一路得醫治的 得釋放的 有來到人 作為經驗的主席 又是找我自己的照片 那就是能夠… 這些就是我敬拜的時候的… 哈哈哈哈… 的照片來的 因為我這個攝錄機是會自動拍照的 自己拍的? 是的 他自己拍的 這個是沒有人拍到的 這些照片 因為他一看到那個樣子笑 他就會自己拍的 哈哈哈哈… 自己在那裡自己不斷拍的 現在都在拍的 那就是… 第一就是他自然開放的能力 就是說有能力去經歷不同的東西 有些人說 哇 這樣敬拜不行的 拍手啊 哇 很難啊 跳啊 哇 更難啊 就是不能夠去做一些新的東西 這個都是一個人做人 能夠輕鬆的 譬如我開著學敬拜的時候 完全不是現在這樣的狀態 那時候完全不懂得 由傳統的教會的唱詩歌模式進入敬拜 是要真是進入一種新的領域 一種新的經歷來的 那第二就是享受快樂的能力 我們每天都想享受快樂 但是有些人真的沒有什麼能力享受快樂 何以見得呢? 他旅行也好 給了很多錢 他去做什麼呢? 去埋怨的 他們看看 有些什麼不好吃 這裡又什麼 這裡又不好 這裡又這麼難走 這裡又這麼熱 哎呀 又下雨 哎呀 就是從頭到尾呢 是很少見他笑的 他給了這麼多錢 他不是去笑的 他只是去彈的 就是他不能夠享受 他很少會開心的 其實我們享受 不用一定要很大的享受 少享受都可以的 少少的東西我都可以感謝 自我安慰的能力 就是傷心的時候要安慰自己的 受人傷害自己 才能安慰自己 但有些人是很難的 有受傷害 一路受傷害 一路受傷害 很難醫好自己的 好了 首先我們講到幾方面 第一就是一個自我 這個社交 一個人和人的交往這種能力 獨處的能力 行動的能力 你有沒有能夠去行動呢 我自己接受我自己的有能力 有能力不一定是很厲害 就是我可以學到東西 我可以做到東西的 我們接受我們是一個人 是有智慧的 有能力的 還有自我延續的 我之前和我現在的 還有我可以放開懷抱去經驗的 我可以開心的 可以快樂的 而一個全面性健康的人 我們去輔導人 一定要我們留意我們的健康 第一就是靈性 這個很重要 和神的關係 必然是 我們是神所創造 神做的呢 就是我們好像樹枝的 樹枝離開了一棵樹 樹枝一定不健康的 今天要念的經文 就是講到這個葡萄樹 大家要知道 六下有幸福的十五章 大家要去念 念了 你找人士 但找誰簽名 接著要聽回來 可以讓祖長去看一看 你和神的關係 你才有力量 因為神做我們 因為這個世界上 只有一個美善的來源 就是神 只有一個喜樂的來源 就是神 世上的所有喜樂 都是有限度的 世上一切好的東西 都是有限度的 其實它的來源都是神的 都是神的 但是當祂是斷開了 和神斷開了 祂就不能得到這種 強烈的 和豐富的 深度的喜樂 所以我們想生命封城 一定是和神有關係 很深的關係 第二就是 身體 有些人很照顧靈性 但是身體也不照顧 吃東西就吃 很多垃圾食物 又不去運動 那時候身體有問題 心理能夠有平安喜樂 接受自己和別人 有些人接受別人 又不能接受自己 有些人就不接受別人 覺得別人很壞 人際關係是有健康的溝通 能夠公開地 就是大家溝通 不怕意見不同的 有些人一有意見不同 就很快就猛烈的 就是能夠接受 不要緊的意見不同 不死的 又欣賞人 不寄怨的 還有健康都包括環境 環境都是我們可以做到環境好些 怎樣呢 你起碼可以令到你自己舒服 你可以去這個自然界 一個享受自然界 你可以令到這張書桌 你做事的地方 是更加舒服的 放一些你喜歡的圖畫 放在電腦裡是健康的圖畫 不是一些色情的圖畫 是一些好的東西 團體的生活也很重要 能夠有家人 還有有教會 有小組 這些健康的群體 另外就是人生有意義和目標 如果一個人不僅僅生活 但沒有目標 就一定不會開心 現在的目標是神已經為了我們預備 個個都有的 神個個都預備一個很美好的目標 你跟隔壁有說 神在你生命中有一個美好的目標 阿里路亞 你今天走了沒有 你今天走在這個計劃沒有 怎麼走這個計劃呢 就是愛神 親近神 尊重神的仇 好了 接著我講一些不好的輔導方式 第一 就是令受助者難受 指控 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錯的 他這麼不好當然要罵他一頓 就是要聰明他 讓你知道不可以做教徒這樣 但其實是沒有益處的 不會幫到人的 所以 輔導一定我們是要關心人 我們發覺耶穌 就算行任時被捉的婦人 他都沒有說 你自己稱耳朵 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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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該不該打 你 就算比特討論耶穌之前 耶穌都沒有說到 你自己很跪下 悔改 耶穌是 他就說 我已經為你祈求 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 你回頭之後 你要堅固你的弟兄 耶穌是很正面 他不是用指控的方式 但我們人很容易就會說 你這樣有沒有搞錯 你怎麼可以 這些方式其實是幫不到他的 有些人用這些方式對自己的 你這樣怎麼可以 你不行 又是不行的 他又是很辛苦的 所以有些人是很辛苦的 其實凡是喜歡指控人的人 自己都經常指控 又是很辛苦的 跟著 不好的輔導方式就是 輕看受助者和他感受 這個人真的沒什麼用 這個級數很低 沒有前途 沒有什麼希望 沒有能力 我們要深信 每一個人都很寶貴 神用時間在每一個人深信 包括那些 真的 他的智力是弱的 包括他處理事的能力很難 但是神依然這麼有耐性 所以我們就不要輕看他 也不要輕看他的感覺 很多人就說 他經常都這麼低沉 沒有心機幫他 真的要罵他 他刮醒他 但是其實 當你接納他 他經濟到愛 反而他會改變 第三 用自己或某人的 跟這個受助者來比較 這個也是不好的 如果我是你 我當然不會被他影響 罵了他 不知道幾一輩子 罵了他 這些用人比較 你看那個人多開心 老公不好都這麼開心 你看你真的不行 比較也是不好的 第四 輔導者的情緒被受助 或者影響 一看到這樣就發猛症 這些都是不好的輔導方式 第五就是 他只是關心他 有沒有引導他逐步成長 這個也是不好的 只是有 經常都安慰他 經常都開心 吃東西 但是不是去輔導他 第六 輔導者被錯誤 或者不合聖經的指導 這個亦都會有 唉 好像他這樣的人 你當然不要理他 離婚 這些是錯誤的指導 我們到底 這個需要輔導的人 本身都有一個成熟的程度 你又不要想著自己要成熟到不得了 你有起碼基督徒成熟 你都可以操練慢慢會成長 我也想告訴大家 在我們當中有些是操練的 你操練的時候 對方如果不是做得很好的時候 都請你原諒 不要放在心上 不要受傷害 希望大家能夠用一個開放的心 大家學習這樣的心態 不要看得那麼重 也都自己小心 有沒有做錯的地方 待會少了都可以試一下 譬如一個輔導一個 然後其他人就看看 他做的方式有沒有好 或者不好的地方 輔導 不要做獨白式的教導 不要一直為止教 那就是聽書 通常人聽不到多久 第八 輔導超越了輔導的界限 也是不好的 超越友誼 變了對方有依賴性 也是不健康的 這個是所有學這些輔導 都一定說 一定要有個界線在 我們要幫助人 但是你不會幫到他 天天跟著他 他有什麼事 立即打電話給你 就是太過分了 變了你是他的拐長 這個也是不健康的 他要學自己做人的 好了 不要指控 標籤或者令人尷尬 譬如有人傷心的時候 我們會標籤給他一個名字 你是情緒化 你一個人失控 沒有理智 這些就是標籤 給他貼個標 標子在他上課 這些說話是標籤或者是指控性的 就是你不熟靈 沒有人喜歡你 就像你這樣 這些說話其實有時候人很喜歡說 很容易說 但是其實是很大的傷害 你亦都在輔導的時候 不要令人有失敗感 就是我說你做得不好 你下次要做好一點 這句說話本來又有好似正面 不過他就是說你今次做得不好 譬如有人領著敬佩 你下次做好一點 說他聽完之後很受傷害 我應該欣賞他多一點 欣賞他多一點 而不是說他做得不好 譬如這些說話 你知道令人很失望 你知道這個人這樣 你經常都是這樣 你高不了的 好了 不要用自己的做人方式套在人身上 不要只說我是這樣 你就要這樣的 我是短頭髮 你都要短頭髮 你怎麼可以這麼長頭髮 不行的 你怎麼可以穿這樣的衣服 就是將自己的價值套在人身上 你怎麼可以用這樣的方法呢 我們是求神給我們聰明智慧 能夠用一個 是接立不同的人 接立不同的人 但是我們要分析一件事 到底這是聖明所說的道德 因為我們的習慣 譬如我們那個習慣吃飯吃麵 不習慣吃麵包 你覺得吃麵包很怪 怎麼搞的 吃麵包怎麼行呢 這個是習慣來的 這個是沒有錯的 這個不同 不同的人會做事不同的 我們接受這個是習慣 但有些是道德的 譬如說犯奸淫是錯的 這個是個都錯 就是犯奸淫就是錯 不過我們都 這個人犯奸淫 既然他這麼弱的狀態 你就不能夠罵醒他 你是慢慢扶起他 就好像拿單先知 才見到大衛的時候 他不是第一他說 你就是那個人 你殺人 你犯奸淫 大衛先說完故事 等他的心開了才說 你就是這個人 這個就是神的智慧 好了 不要將自己的套在人身上 不要忽視受罪的感受 不要指控 不接受或者不回應 他講完那些感受 你又不回應 沒有出聲 他覺得 好像我的感受是錯的 或者是指控他 譬如壓抑都是 有些人是在喪禮 常見的情況 有些人哭 其他人當然是說 不要哭不要哭 當然他哭了很久很久 你會勸他不要哭 不過你就是叫他不要哭 他是覺得 就是人家忽視他的感覺 他的親人離世 你就是猛叫他不要哭 就是我們可以說 我知道你很傷心 我知道你失去他很傷心 你很愛他 你很想著他 這個就是認同他的感受 他是真的很傷心 你說這樣說完會還哭多些 他覺得人接受他 反而他不會哭那麼久 但你經常叫他不要哭 他覺得好像壓著他的傷心 不要因為受助者而情緒受影響 不要因為他煩惱 發怒 拒絕對方 傷害對方 還有一個技術 不要傷害受助者 事實上有很多人在小組受傷害 在侍奉受傷害 在輔導受傷害 所以我們要三思而後言 想清楚這句說話 會不會影響他 這句說話會不會令他傷害 一句話可以留下很久的傷害 我們求知給我們有柔和的心 和耐性去幫人 現在又有很重要 不要傳開人的秘密 有時聽完他說的話 在其中一個令到教會破裂 或者輔導的關係破裂 就是把他這個說給別人聽 你不要說給別人聽 然後他又說給別人聽 你又不要說給別人聽 傳呀傳呀傳呀 傳回那個本來的一個 就真的 靜道教會是很受傷害的 我們 我們不要去傳閒話 但我們有些情況需要處理 處理的人需要成熟 成熟的人就不是把他這個說開 而是求神給我們聰明智慧 如何處理 輔導者要留意些甚麼呢 第一是審查自己的性格 我們的價值觀 我們的體驗的方式 態度和和神的關係 這些其實都是大題目 不過我現在來說很快地講過 第二是一生都要自我輔導 不斷輔導 我們的和神的關係 我們的罪、情緒、思想、人際關係、潛意識 潛意識是一樣我們在裏面潛伏了 有時會露出來 為甚麼有些人那麼容易發怒 它裏面潛伏了 為甚麼裏面那麼容易受傷害呢 因為它裏面潛伏了一種 受傷害的質素在裏面 對於受助者要尊重、接納、體重 第五是堅負受助者的情緒 好了我現在講一下行動的過程 第一就是結合和他的關係 第一去輔導他的仇 給他一種親切、關心、問候 關心他的事 不要只關心這個輔導的過程做完 不要只關心快點搞定這件事 而是關心這個人 關心他的感覺 他來到的狀態 他來到在哭中 那你就不要問他哭 即是不要馬上去了解事情 而是關心他 我知道你很傷心 即是不要馬上問他發生甚麼事 他就馬上去到事情那裏了 是知道 我知道當然有事發生 你現在很不開心 就去回應他的感覺 建立個關係 第二就是聆聽 這件事是最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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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難學的 人是很難聽人的 為甚麼呢 一邊聽就一邊說他 有沒有搞錯啊 一邊聽就不耐煩 一邊聽就一邊想怎樣幫他 那這些都是 即是難了我們聆聽的 那聽甚麼呢 現在聽內容 聽他表達的方式和情緒 即是他怎樣表達 譬如他很激氣 以及他很傷心的 或者很平淡 或者很沒有感覺這樣說的 我們都可以留意一下 他重點的 譬如他經常重複 某些人他不理我 他講兩三次不理我 那你知道這件事在他心裏 是一個影響著他的事 他身體語言 即是他的身體 他的面部表情 他的手 那些手有沒有震 他是很生氣的 臉都紅了 還有對方的行動 譬如他在說話時在打枱 或者有些動作 他的身體有些動作 那這些都是他的行動 集中去聽 不要同時批判 或者去想怎樣回答 就是留意 留意他的每一樣的狀態 留意在第五項 這個分析 並是在聆聽的一部分 我先講到第五項 在這裡說他現在在分享事實 他在講事實 在分享感受 就是這件事要留意 在聽的時候 以他講他的感覺 那你就去 開始感受他的感覺 想想怎樣回應他的感覺 他在講的感受 你就不要回應事情了 是回應他的感覺 他有情緒 你就回應他的感覺 他的情緒狀況 他關注什麼 就是你分析留意他在做什麼 但是你不要想那麼多 你先做什麼 你就是很專注 即是真的聆聽 是很需要學習 這個東西我看 他經常都幫我的 其實我在神樂園 我已經學過輔導 是的 其實很多時候我有做 不過忘記了很多 後來我有一年 就是做這個軟木的訓練 那時候學得最多 我真的學得很多 因為是經常都會有一班 跟我一起互相溝通 老師一直在回應我們所說的 接著過後又跟我們一對一說話 又說回我們怎樣見那些病人 是很多這些回應的時候 我在那時候留意怎樣聆聽 但是我都發現 當我跟我太太在一起的時候 有時出去見哪個人 跟哪個人聊天 我每次回來都問他 你聽到什麼 那他又要告訴我 車師兄他這樣說話 咦 我是聽到 不過我沒有留意到 哈哈哈哈 他有這個表情 他又留意到 所以我很多時候問他 他給我很多補充 讓我很留意 就是留意一些東西 有時他講的東西 我都會留意不到 他曾經有一次說 你知道我和你分享我的感覺嗎 那我回應了事情 那我立即 他講完 我就回應他的感覺 那我也都很謙虛接受 他給我的提議是好的 真的要提升我的聆聽的能力 那我就回應了 那我就回應了 就是接納罪方的狀況 無論他多大罪都好 多大罪的人都可以提升 多大罪的人 你不能碰一聲 他就馬上去到一個完全悔改的狀態 他是需要時間的 需要耐性的 第四 就是處理和控制自己的情緒 然後第六 就是避免不必要的法文 不要打斷麻病 那這個人的自然傾向 其實不要只想輔導 平常聊天也是 我發覺很多人 那一說一下 這個就馬上加習 我都是這樣 然後就講自己的故事 其實他就沒有興趣聽 他不想講自己的故事 這個就是人的本性 很喜歡打斷 或者很快就告訴他 你哪裡需要這樣做 你不應該這樣做 那就好教導了 那就是這個人喜歡打斷麻病 還有發問一些不必要的東西 下面那第八講 不要為滿足好奇心而發問 來一個例子 如果有人被人性侵犯 你不需要問他怎樣性侵犯 這個是好奇心 是不要問的 就是有很多細節 我們是不需要問的 為甚麼呢 這個跟他無關的 譬如有一個人 他戀愛帶的人很喜歡問的 你拍拖多久啊 他有沒有拖手仔 有沒有甚麼甚麼 這是好奇心來的 我們不是去滿足我們的好奇心的 好了 第七就是說到 不要馬上勸戒 就是在聆聽的時候 然後下一步 引導受助者表達 引導他表達 可以第一就是用引導性的問題 就是說 你心情覺得怎樣啊 你是不是覺得很委屈啊 不開心啊 你覺得這件事情怎樣啊 你覺得你有甚麼感受啊 第二就是重複對方所說的說話 他就說 我很生氣啊 你跟著說那句 你現在很生氣啊 就重複他的說話 他就會覺得你聽到 而且他會解釋清楚他怎樣生氣了 就是有一個方法 重複他的說話 第三就是反映 用不同的詞語來表達 你覺得傷心 因為他不理你 因為他不理你 所以你就不開心了 就用一個 將他所說的說話 用另一個方法表達出來 就是讓他知道你聽到 還有他更正 他說 有很多時候我們發覺 有時候可能我們說得不準確 他就會告訴你 其實不是這樣的 是另外一樣的 他就會解釋給我聽 我們就留心聽 其實有些人留心聽是很難 我試過附對一對在拍拖的人 在我面前 那個女生就說 那個男生真的聽不到他說話 他就跟著說了一樣東西 他說他為甚麼有這種感覺 接著我就請那個男生說出來 那個男生是說不出來的 接著呢 我就將那個女生說話再說一次 即是說出要點 一 二 三 他說了三樣東西 接著我問那個男生說出來 那個男生是說不出來的 即是有些人是有這種聽覺的障礙 他不習慣去專一聽 這件事是需要訓練的 是需要成長的 五求主也幫助我們能夠 去多些聆聽人說的每一句說話 好了 那第四樣呢 就是回應和支持受助者的感受和需要 第一就是折立了 我知道你很傷心了 其實這句說話很重要的 有些人說 那你說完有甚麼用呢 我知道他傷心 每個人都知道他傷心 有甚麼用呢 而是他覺得 有些人會責怪他 有些人會怨他 但是你會說 我知道你會傷心的 在這樣的情況 你這樣傷心是正常的 就是很多人都會在這個情況 都會不開心的 那他就覺得是被接納 是覺得 其實很多 在女性來說 跟男性有些不同的 女性是覺得 有人聽她說話 有人接納她 已經好像問題解決了一大半 因為覺得有一個人認同她 有這種的關係 那這個是女性 其實男性一樣需要人的認同 但是男性那時候就不會不承認 就覺得不需要這件事 但是其實男性一樣需要 不過男性呢 其實說到溝通上 是多些有一個 是有一個障礙在那裡 有一個困難 即是真的 溝通好的男性 是比例上比較少的 所以呢 這件事是我們弟兄都要努力的 即是真的學習 能夠接納人的感覺 能夠接納自己的感覺 能夠放膽 說出自己的感覺出來 好了 然後跟著呢 感同身受 有同理心了 就是我在這個情況 我都會傷心的 即是我感受到你很不開心 我都聽到你這樣說 我都想哭 這就是同理心了 我感受到你 第三呢 就是身體的接觸 在適當的時候 怕她的手啊 即是代表我接納你 我知道你不開心的 那如果異性的輔導呢 我就 即是鼓勵一定是有第三個人 一起在那裡 就讓你不會有 產生什麼問題 即是千萬不要在這個時候 就產生 變成了 譬如那人失戀很痛苦 然後你就跟他輔導 你便變成他新的戀人 就很大的問題 好 弟子間給流淚的人 這個是很自然的 即是一個行動 表示接納 好了 先回應什麼呢 譬如有個人做錯的事 回應他罪 還是回應他困難 因為回應感受呢 是先感受 然後 他的困難 罪呢 慢慢先到適當的時候 去回應他的 因為人未必立即接受到 如何回應受助者的怨悅和罪呢 第一 不要在內心指控他 不要說 有沒有搞錯的 這樣也不是基督徒來的 上不到天堂的 所以需要你幫他 即是不要在心裏定了罪 看出他有這個軟弱的習慣 其實 每個人犯罪都有他的原因 當然 這些原因不代表他沒有罪 都是有罪 但是 我們看出他 他有這個原因在 有這個習慣 第三 用愛心接入的方向 一步步幫他悔改 一步步 慢慢一步步 第四 不要將他的軟弱或罪傳開 這個千萬不要做 第五 可以請成熟的人幫助跟進 即是說 如果有人有軟弱或罪 那一下子幫不完 亦都可以請其他人幫助跟進他的 成熟的人 好了 接著講到這個回應 其中一個回應就是 同理心 這裡解釋了兩個名詞 初層次同理心和高層次同理心 是非常之有用的 初層次同理心是甚麼呢 就是 一起讀一下黃色的字 回應受助者明顯表達的感覺 即是他譬如說 他跟丈夫關係不好 他很不開心 那你便告訴他 你跟丈夫關係不好 所以很不開心 那他便表達出這件事 你就回應這件事 即是 感受 我知道你很不開心 我知道因為你丈夫對你不好 所以你不開心 好了 高層次和你心者一起讀一下 回應受助者深層的感受 深層的問題和影響 你的求證 意思是甚麼呢 就是他說一件事 他譬如跟丈夫關係不好 他有深層的感受 可能深層的感受就是 覺得自己很失敗 深層的問題 覺得分析要破裂 還有一個影響力 還有你要求證 你不要假設他是 即是你有沒有說 哇 那你覺得人生很失敗 那她說我不是 未到這個程度 那你覺得你自己控制她 好了 這個例子了 因為丈夫不好 所以覺得不開心 關係不好 上面有初層次和你心 高層次就是 你丈夫跟你關係不好 你覺得婚姻好失敗 都覺得自己失敗 是不是這樣 這個就是一個意義 即是說那件事 對他的影響 這個意義 這個就是高層次的同理心 這個另一個例子 初層次是同理心 你跟朋友 你的朋友不願意跟你聊 你覺得很孤單 這個是 即是他說出很孤單 那麼高層次同理心就是 你的朋友不願意跟你說話 你覺得自己人緣不好 不受人歡迎 覺得自己 即是 不會有好朋友 那這個就是 高層次 即是你看到他的表現的時候 你覺得是不是 那麼你問他 是不是呢 這樣 下一步呢 就是個人分享 就是我們可以 分享自己 或者別人相關的情況 又如何得到幫助 不過其實 不要把注意力 主要到分享的經歷 有時有些人會說 他又說他身體失敗 跟著他會說 是的 我也是 我老婆經常罵我一件事 我真的很可憐 我真的很可憐 是很可憐 那樣 那個人就輔導他 即是不要乘機 就把自己的東西拿出來 他說他事奉辛苦 他說 是我比你更辛苦 我現在很可憐 那時候 你就變成了不是輔導他 你就去了自己的問題那裡 因為對質 這個字有些人就聽到 覺得好像很強 對質的意思 就是幫他面對他真正的問題 或者澄清 到底問題是什麼 就不一定要用強烈的字眼 不用說 那你是不是覺得自己做錯 你有沒有覺得自己是犯罪 那不需要用這樣的方法 一直引導他 那你覺得你這樣做法 你對對方有什麼影響呢 你這樣說話 他對方有什麼影響 那就引導他去思想這件事有什麼 即是實際的情況 你覺得現在的實際困難在哪裡呢 我們做的時候 目的不是要定罪 為什麼要有這個對質呢 其實對質這個字真的不是那麼好的 你知道對質好像什麼犯人對質 而是讓他知道 那個問題的根源在哪裡 跟他聊天去找出這個問題的根源 第七 就帶領受助者分析這個情況 就是整個情況 就是整件事 到底這個問題在哪裡呢 怎樣可以 就是這個問題到底有什麼發生過 比如自己的內心的思想模式情緒怎樣影響呢 第八 一同探討處理的方案 這個很重要 一同探討 是很重要的 在輔導的時候 不要這樣說 OK 好了 那我教你一二三 那你這樣做 第一你搖說他 第二你去對他好些 第三你今晚回去送我的禮物給他 就是這樣 那個人 聽完呢 就是他覺得 是呀我早上也想做 不過我做不到而已 那我們去探討 探討就是跟他談 那可以怎樣呢 那當然也要處理他的裡面 探討第一就是處理了裡面 其實輔導很重要的是處理裡面 那我們今天時間真的有限了 所以就不能夠去示範輔導 那我們都可能找機會就會示範輔導 就是說在一個人有困難的時候 怎樣去幫助他 去知道那個情況 而怎樣可以一路引導他 一路引導他去找一個處理的方法 那所以有些很想學的 我鼓勵你都去 就是可以去 早點來 就是可以 在我的輔導的過程的時候 一起去觀摩 還有我都 其實我有一些其他的 輔導的錄音的 我可以放上網上都可以的 大家可以聽回我 我要找時間放上去 第三 不要用長時間教導 在一個探討問題的時候 對了 第二點我講的就是 就是探討 如果對方想不到的時候 那時候都可以說 我提議這個方法很好呢 那麼 提議的時候都讓他想一想 不要那麼快就 說完了 那你做了 一定要消化了才行的 消化了才能走出來的 好了 就是探討處理問題的步驟 就是和他一起探討一下 怎樣 就是有些什麼步驟 一個1、2、3 有什麼步驟 做什麼先呢 這樣 那麼就 下面就是他需要學習自我觀察 當然一個人的能力不同 有些人他觀察能力很強 他知道自己做什麼 那幫助他 你留意下一次你想發怒的時候 到底有什麼發生了 幫他分析到 可能你看到他的樣子 已經生氣了一半了 可能他一說句話 你更加發怒了 立刻已經想爆了 那麼在這個時候 你觀察到 這樣你可以怎樣去處理呢 去幫他處理那個內心 那個情況 跟他一起去想 那一定的過程是互動的 還有討論行馬通呢 這個東西行馬通呢 那麼 立約 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說 就是說 跟他呢 有個協議 那不如這樣 下一次回去這樣做法 這樣 那麼就 就是一個立約 這個當然這個立約 就不是跟這個 輔導員立約的 而是這個人 跟他自己立一個約 就是我願意這樣去做法 那麼這個立約 譬如在婚姻婦那裡 就很有用 譬如我們現在以後 關係怎樣處理法 那麼就寫清楚要做什麼 還有寫出成功和失敗 會有可能的後果 譬如可能 成功更加快樂 相處得好 溝通好 那麼如果真的回家 又不處理的時候 後來會怎樣呢 可能越來越不開心 越來越僵了 那麼就知道這麼嚴重 那就會去 就是有動力去處理了 還有計劃評估了 那麼我們下個禮拜 或者在下個禮拜 或者下個月 我們要再評估一下 這個 就是有沒有進度呢 這樣 好了 現在看回那十一點 第一就是 建立關係 第二是聆聽他 第三是引導他表達 第四是回應和支持 感受和需要回應他 第五是個人的分享 第六是對質 第一了解他有什麼要面對 第七就是帶領他分析這個情況 看到情況如何 然後呢 第八就是探討處理的方法 第九呢 這個處理的步驟 又是實際立約和計劃 評估 但其實裏面呢 重要的部分呢 就是 如果我簡單說 如果 你可能實際上 你都忘記了 關心他 回應他 然後呢 讓他知道 那個問題在哪裏 然後呢 去一起探討 如何處理 然後 開始計劃 如何處理 這就是最簡單的方法 我再說一次 第一 去關心他 回應他所說的困難 然後呢 就 讓他知道 這件事 就是 那個情況 一起探討 那個情況 如何影響你 影響你和家人的關係 然後呢 就 怎樣去 就是 去找一個方法處理 然後呢 就 就開始計劃了 對